周末消息面主要有,一星两会连出重大政策,让行资管新规细则在五方面松绑,信用冻结,有望缓解,意味着即是释放流动性宽松信号,对市场形成利好。 特朗普嘴炮再次发射,称强劲美元可能令美国不利,美元应声下挫,美股上周五小幅收低,证监会和8亿家企业IPO,为披露融资规模,总体看消息面称信利好,有利于市场延续反弹。 大盘二次下探后,有望构筑双底,向第二个反弹目标,2886-2906方向推进。 这里仍是压力位,如果量价配合理想,则有望高看2956一线,操作上继续坚持反向思路,在第二目标区域级以上,则积分批减仓。 明天走势,本周反弹目标先看2880-2906,周一上证主要运行空间,2850-28106,最近正侧面明显发生转向,先是上周二银行进行了一次非常规降息,接着在上周三继续放水,要求银行购买AAJ以下的垃圾债,相当于银行间接给评级不高的企业印钞输血。 上周五一行两会再注重爆政策,让银行资管新规细则在五方面松爆,这是一个更直接,实在的利好,给了一百万亿资金一个缓冲,过渡期,是严格现实的飞标,现在又可以买了。 这相当于把之前出台的严厉资管新规内容,又重新改回去一半,使市场预期出现变化,维稳和放水预期比较强烈。 这个力量超过一次降准,这也是上周五市场,大金融板块全线大涨的原因。 上周五金融股大涨,猪大盘拉出一根一梁赤四鹰的中央,短线改变了市场的弱势状态,又助于去两二次探底后,继续向上推进。 短线金融股仍有冲高动能,不过持续大幅拉升的可能性较小,后面依然是金融单排,题材股畅戏的可能更大。 接下来上正反弹区域,先看第二个目标,2886到290欧,创业板则有上冲1656到1686的动能和机会。 如果量能明显释放,这点时续扩散,则有上冲2956到3000的可能。 周一上正主要运行空间在2856到2816,创业板空间在1636到1600。 明天操作,短线还需走一步看一步。 本周反弹减仓主要区域有两个,目前中国经济再次走到一个十字路口,何去何从面临严峻考验? 从上周,央妈和财宝罕见是几乎下,就可亏见一般。 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加大,股市、汇市,暂市一片风声和力的危局下,央妈不得不连续出手。 政策面也从去杠杆转向往杠杆,政策面和消息面是目前决定市场走向的关键因素。 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强调的判断市场能否扭转弱势的重要信号。 只有预期出现改变,市场才能真正注底回升。 从最近政策面的取向看,市场底在政策底有望迭在形成。 这一周,如果延续反弹,减仓的主要区域有两个。 一是在2856到2886,二是2906到2956,只能看到2956以上,再省再减。 而对于目前市场的总体状态,我们的观点依然不变。 这里应是底部区域,中线看机会大于风险。 但由于市场总体仍处于弱势地迷,还需要走一步看一步,继续坚持小区间反向操作思路,控制好总体仓位。 DC目标仍以优质白马股,以及连续调整的主流科技股为主。 对于底部明显爆量的超跌低价股,在回落的重支撑位,甚至是启动位时,也可试炼关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